一片海域花海 遊客沒幾人 拍照賞花很自在 不過打開手機1968APP 北台灣亮起紅色警告的 就是陽明山竹子湖 顯示人潮擁擠 和真實狀況落差大 做到中午都快發瘋了 都沒有人這樣 農會就打電話說 早上你那也是紅色警戒 我說我做不到20個人 還有算幾個 我都不用吃飯了 這個會絕對有印象生意 兩下溫度 兩體溫 噴酒精 做足防疫 就怕錯誤的人潮市警 嚇跑客人 失準狀況 陽明山 六府村都發生 早上看到就是夜市之類的 因為已經白天了 可是它還是寫著 人潮略多這樣 交通部緊急修正 但民眾光看人潮警戒還不夠 還有影像能參考 台北市十一個景點 像是西門町 中正紀念堂 士林夜市 透過網站和APP 顯示即時畫面 各景點狀況隨時能追蹤 就能知道去哪不會人幾人 監視器拍下景點最即時的影像 像我們在陽明山花鐘前 就可以看到畫面上跟現場 是一樣的 車道上空蕩蕩 也沒有人潮擁擠的狀況 來到故宮外頭 這裡也有一支監視器 拍的是故宮前的大馬路 要讓民眾在來之前 就可以看看這裡有沒有車潮 還是會看一下就是說 如果說這裡沒有人太多的話 我就會去 它其實是說很多人 我就可能就會換地方 我覺得應該可以再轉一個角度吧 民眾有建議 因為像是這支監視器 拍出去幾乎都是樹 駕在陽明山樹屋 參考價值打問號 五一連假防人潮 全台234個熱點警戒 中央地方提前部署 也得持續修正 三首王一區謝數明 投我倒